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绝大部分的音乐人来讲 究竟是无知还是懒惰 那么我们的音乐不够进步 音乐的水平不够提升 那就是我们大家所有音乐人的责任 那么我们这些音乐人 究竟是无知还是懒惰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题目 那么简单来讲 音乐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不讲大的问题 怎么样 创作 作曲 编曲 这些我们都不讲不提 不讲每个人玩这些小的东西 写作旋律 大家都喜欢 都爱好 写作旋律 就拿个笔 随便写个简谱 五行谱随便画几个音符等等 写作旋律 那在写作旋律的方面 应该有两个观念 一个就是素材 你有多少方法写 多少这个材料 还有一个观念 你有多少方法 这个是根本的一个问题 我常常举例 对象做菜一样 你要做菜 你到底有多少材料 鸡鸭 鱼肉 素菜 水果 你的冰箱里面有多少 另外就是你的手艺如何 或者你的方法 你要做什么菜 做哪一种菜 怎么做法 是不是就两个观念 一个是你有多少种材料 一个多少种方法 好了 做菜如此 我们来写作旋律 是不是也应该一样 所以很多的材料可以运用 以前我们谈过 我们再向各位谈一下 你可是用音符来写旋律 你用哪种音符 和弦音 灵结音 隐身音 变化隐身音 蓝钓音 或者用钓外的音 或者用变音 很多的就从音符的观念上就很多种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用不同的音符来写作这个旋律 我们现在写旋律大部分都是哼 哼来哼去可能就变成一种味道了 好了 那么再看 你用音符 你用音符 用一个scare 或者一个吊式 一个音符里面包括很多吊式 五声大吊就有六十个吊式了 那七声大吊就可能变成八十四个吊式 小吊 红声小吊又是八十四个吊 三等 所以音符跟吊式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可能 那你是否老是用C大吊鞋 或者只用大吊鞋 或者只用自然小吊鞋 就让我们的素材材料是不是有变化 那样不用音符 用音符 两个音的关系 三个音的关系 那也可能用音符控制 或者是万金四度 或者是四度三度 四度二度 二度七度 等到很多控制方法 产生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味道 那么 其他你也可以是否用音符 好像十二音符这种 但是十二音符是会变成无调了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音符方法 或者变化的音符 你也可以用打算的装饰 各种古往经来的 各种装饰的方法 装饰音写出来 很华丽的旋律也可能 或者你喜欢用很多的音效 产生不同的效果 写出来的旋律 都可能嘛 那你是不是考虑用这些不同的材料 做这个旋律 那这个我就牵扯到了 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东西 那就是我们叫做无知了 但无知不大好听了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知识 或者没有这个学养等等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了对方的知识 懒得去用 那就懒惰嘛 学过 听过 看过 但我们不去更进一步 怎么样写它 怎么样玩它 没有去做 那就是懒惰 就从旋律这一项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们大部分玩音乐的人 究竟是无知或是懒惰 那就是对这方面知识缺乏 或者素养没有培养成 然后呢 又懒得去琢磨 去这个进修 去研究等等 所以变成我们的东西就很 没有变化 常常一个人坐在钢琴上哼 哼了个旋律 你想你哼过的旋律 大部分都是什么 听过的 写过的 看过的 打转 有点像 炒冷饭一样 就一种味道 有的人号称写了几十首 甚至几百首歌 如果你拿来分析的话 它的材料也好 观念也好 几乎雷同的太多了 就像很多的专辑唱片 第一首歌听了以后 后面的都差不多了 它不会有很多种风格 很多种变化 它基本上就是 它的素材少 然后 这个观念 也少 那么观念我们还没谈了 就是你有了这些素材 你还有不同的观念了 你用什么样的结构 去玩这个旋律了 你用什么样的动机 用节奏动机了 旋律动机了 各种动机 你也可以用这个静动 这种各种动态 静动的变化了 还有你这个是强弱 强音弱音 还有你用乐风 哪种乐风取风 不同风格的这种变化 在节奏上面 另外在磨镜上面 你可以用 你没有玩这个旋律 写了几个音符以后 开始磨镜 用音高 磨镜 用节奏 磨镜 也可以用转逆 磨镜 增减 磨镜 每一箱都可以很多种 就是写了 不是整个句子写下来 你写了两三个音符 就可以磨镜了 而且磨镜跟原来的这个旋律之间 又可以加东西 又可以用A A B C 或者A B A C 不同的这个取式来产生这个旋律 你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产生无限的这个旋律在里面 你不一定全部四小节你要哼出来 或者全部八小节哼出来 更不需要了 比方说32小节的格格 你先设计八小节 这个八小节是A段 然后呢 再过来重复一次 变成A2 A1 A2 A1八小节 A2八小节 其实这两个可以一样 也可以差一点 然后B段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 过门 或者叫桥段 然后再回来 又到A2 所以A1 A2 B1 A2 各八小节 32小节就出来了 你设计好了 好了 那我们实际上这些两个八小节 A段一个八小节 B段一个八小节 一个歌就完了 这就是典型的歌曲曲式 Soundform 歌曲的形式 所以我们写作旋律的话 你是否可以用这些曲式呢 模镜呢 这些东西 那你八小节里面来 我可能就用两个音符 三个音符 四个音符 五个音符都太多了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 用这个音符 做一个旋律动机 或者节奏动机 然后后面就可以模镜了 或者动机跟模镜之间 再加上一些音符 就产生了 很容易产生四小节 四小节完了以后再 重复一次 或者是最后尾巴做一点变化 就变成八小节了 前面一句 不完全中止 后面一句 完全中止就出来了 或者前面一句 半中止 后面一句 完全中止又出来了 所以A出来以后 OK 那三个A都一样 就等于二十四小节了 然后到B段 你做个不同的这个风格 或者是和弦用不同的和弦 或者旋律用不同的和弦 也出来 写两个八小节 一首三十二小节曲子 旋律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 先要把这个知识 基本的观念 然后基本的方法 先会了 然后就很容易产生 这个旋律的创作 除了魔镜之外 你是不是在旋律上面 你取形取线的形态 起点 强起 弱起 后起等等 中止结尾的变化 它又有很多 产生了不同的东西 还有调性 这个是音乐里面很重要的 调性可不可以变化 不要从头到尾 五分钟 十分钟 一个调 像西洋歌曲河里面 一个小节就可能 变成好几个调 一个小节最多 可能变成七八个调 都可能 一个小节 那也可能 最少一个调好了 那我们歌里面 就很多调 或者我们四小节 一个调 等等 反正很多可能 改变调性 那和弦更多了 你用和弦设计好了 和弦设计好 更好的好处就是 将来旋律写完了 不要配和弦 这是个基本的方法 最快的写作旋律 就是用这个方法 把和弦 八小节一写出来 用极限演奏的方法 一下旋律就出来了 这个是又快又好 也许有的人说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灵感 或者没什么感觉了 其实也不然了 你有了旋律以后 你再哼旋律 这个旋律跟那个和弦 复合的话就可以了 也另外有一个好处 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将来不要配和弦 否则你旋律写好了以后 配那个和弦 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可能很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先写好了和弦 后出现旋律 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理想好的 另外那个旋律 本身的什么连接 当然很需要了 这个音跟那个音 怎么连接 挤进 跳进 等等 有很多可能 所以你一个就是 怎么运用这些材料 来处理 那就是 说火候 先有材料 你要做饭 做菜的材料 然后有烧菜的这种火候功夫 我们玩音乐也是这样 先有这个材料 再有这个观念 然后怎么样互相混合 那么知道的越多 我们就可以玩的越多了 当然我们知道了 不去玩它 还是那个两个字 懒惰 那有的时候最糟糕就是 我们根本没有知道这个东西 老师没有告诉我们 学校没有教给我们 那我们一般所见所闻 也没有谈到这个东西 所以那也不怪我们了 就是没有这个好的环境 可是我们应该去追求 它应该有很多可能 你去请教别人 问老师 找教材 自己想 自己琢磨 总是应该有很多可能的 素材 然后我们再用这些方法观念 去玩 每个人玩出来 应该都不一样 这个就产生了气味 产生了变化 如果大家这样玩的话 那音乐就会自然成长 同样的和弦运用也是 有很多种和弦方法 你不要老是玩一四五一 那你可以用常用的和弦 或者用多调的和弦 同调的和弦 随时转调的和弦 增减和弦 功能和弦 调色和弦 好多种类 甚至于到最后 复杂的你可以玩到上升和弦 或者是阴沉和弦 甚至没人知道的和弦 都可能 当然你说流行 流行一早流行的和弦 但流行和弦也有很多种 你包括很多外国的流行歌上面 也用了很深的和弦 就和弦里面又有很多种 如果我们为什么不用 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无知 没有这个知识 不晓得 不懂得 另外一个就是懒惰 学了会不用 那简单 就是都老外所每天 古典音就是一四五一 那就变成这个老套的东西 一直在那个重复 演奏上面 不是演奏 就是节奏上面 当然也有很多种变化 各种 最小一拍 最小半拍 最小三分之一拍 最小四分之一 甚至我们会想 最小五分之一拍怎么样 我常常想 我们是不是将来音乐上面 可以试试看 五分之一拍 把它变成各种可能的节奏 那么 那现在就是以这四种来讲 一拍 半拍 三分之一拍 四分之一拍 你加切合线 加休止符 又产生了很多种变化了 比方说 八分音符 你休止就可能变成拉丁 你十分音符 切分变成拉克 休止就变成什么 放弃 所以它也可以产生很多种变化 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上面 做一些比较气味的 现代感的 节奏化的这些变化 如果不去用 又是两个可能 不知道 其实都应该知道 我们听过就应该知道 这些可能变化的节奏 所以讲不知道 不是理由 那不去用 不去用还是那个理由 懒斗 激进演奏 那就跟那个什么一样 激进演奏跟那个 跟那个写作旋律 完全一模一样 激进演奏 把它写出来就是激进演奏 把它写出来就是旋律创作 旋律写作 你把它弹出来 那就是激进演奏 所以这两个一样 所以你用同样的素材 激进演奏你有没有很多素材 有没有很多的观念 那激进演奏还要用另外一个就是 pattern 就是很多的模式 你有没有收集很多模式 偷人家的 学人家的 买人家的 看人家的 自己想最重要 自己设计 很多的模式 那你把这些东西好好用 素材 模式 这个观念等等 是因为很多种变化 我曾经讲过 玩极心演奏 lifetime 有很多人自己玩了几天 就认为自己会极心演奏 他只不过背了一两篇稿子 就到处演讲 那会几招 然后就到处极心演奏 那个不是极心演奏 那就背 pattern 或背 背书 真正极心演奏 应该每次不一样 每个曲子不一样 每天甚至都不一样 这个才有趣 但是这么多东西 怎么样去处理呢 怎么样去玩呢 还是一样 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知识 没有这个观念 那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应该去追求 那假如有了这些方法 有了观念 或者听说过 知道过 我们就应该去运用 否则又是懒惰 好了 讲了半天 归答起来 还是我们水准 为什么不能够提升 我们这个大家的音乐人的 这个音乐素养 为什么没能够 这个更上层楼 两个字 一个是无知 一个是懒惰 希望我们所有的音乐人 大家努力 要求知 要有知识 而且知识应该是 无止境的 越多越好 第二个字 就是这个 不要懒惰 要去运用它 练习 熟练 发挥 好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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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